吉祥瑞,今天又是我们讲风水的时候 昨天我们也讲了一些风水 让大家,其实风水就要一直不断地学 要不断地学,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 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因为看的物质多了 物质看多了,我们的经验就慢慢地提升了 这个跟医生开刀动手术是一样的 如果你一个手术都没做过的话,你说 是不是,这很危险了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风水呢 能不能被改变 风水能不能被改变 如果说我们住进的屋子 觉得不是一个好风水 如果我们住进去的一个屋子,你觉得不是好风水 那么首先你必须要能够提供资料 你为什么觉得它不是好风水 这个很重要 那么如果说你们能够提供,比如说 是事业不顺 那事业不顺呢,跟风水的关联 不是没有,而是不大 主要就是看你的八字 你的八字到底是不是 有充分 或者你的喜用神是不是被充了 是不是被克了 或者你遇到复营 又或者你遇到天克地充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很多人呢,他们对于风水了解的不是很透 不是很多 那么请师父看风水的时候 请我看风水的时候呢 我通常呢,都会以 就是你是学生,而我是老师的角度 来把你的家介绍一遍给你认识 这就是风水 而不是我说的算 都已经大概有三十年了吧 对不对 我看风水都是以同样的一种方式 同样一种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风水怎么样去发现我们风水不好 这是有几个基本功一定要懂的 一定要懂的 首先就是我们的人品 我们的人品和我们的为人 因为一间风水里面住的人是有生命的 明白我意思吗?有生命的 那么如果说你一个人住 你单单你一个人住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单单你一个人住 那么你的屋子要小一点 千万记住 千万记住这个风水 如果我们一个人住 屋子要小一点 大概三房是OK 那如果是四房四的话呢 那就有一点点小大 因为他多出一个房间 五房四房就差不多是一样了 五房四房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都是风水 今天我们讲的都是风水 所以五房三房四房 你看今天有很多 真的很多很多张 所以我们跟你说过了 你们拿你们的乌图来 我们的助理们会跟你们分析 那么我也会告诉他们怎么做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人 对不对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们从来都不收你家钱 也从来都不会有人说 哎呀他硬叫我们 签什么配套 从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要我们可以跟你介绍 比如说风水多少钱 我们可以跟你介绍我们的配套 那么风水永远就是这样子 没有人拿着刀 逼着你一定要走来 没有 所以我们看风水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 风水它主要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就比如说一辆车 你喜不喜欢 喜欢 但是呢基本条件是什么 很多人说钱 这是其中一个 负担得起吗 这是其中一个 真的需要吗 这是其中一个 你有没有执照 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所以风水也有它的必须 风水也有它的必须 看风水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 不是说拿着罗盘 在那边说两句 那就可以了 不是 有些人风水 他们会 就是大张旗鼓的 把你的家的风水 说到天花乱对 然后呢 没有报告 那不行 你一定要要求一个报告给你 所以我们的风水为什么 三十多年为什么都一直有这个报告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报告给你之后呢 那么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以后呢 你要装修你的家还是什么 我们再回放再看 现在我们已经进步到怎么样呢 进步到拍摄 以前还记得是录音 录音 录音真的是有一点点 那时候是很好 现在就困难 为什么呢 你这个屋子 你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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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你在讲哪里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贵人 他们搬的屋子越搬越好 刚才我说到一半 我继续再说 如果说一个人住 四房是有一点点小大 有一点小大 那怎么办呢 可以的话租给人家 那有些人说 我不需要租 我也不喜欢租给人家 那你尽量家具这些东西呢 摆得重一点 家具的东西摆得多一点 摆得重一点 这是比较好的 要不然的话 在任何的一个风水角度来看 这个风水都是很麻烦 也不是很好 这风水就不是很好 所以一定要记住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要懂得 风水 如果屋子小 人太多 也不对 屋子小 人太多 也不对的 这样子的话呢 会在运势上 会埋 会把我们的运势给埋了 把我们家宅的运势给埋了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 比如说孩子 我们有三个孩子 一个老公 一个老婆 五个人 孩子有出去读书 或者做工 回来 他所带进来的磁场 是不一样的 带进来的磁场 不一样 心情不一样 我们的磁场 也就会有所变动 那么爸爸妈妈也是一样 去外面做工 做工回来之后呢 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需要研究的事情 所以好好的坐下来吃饭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要懂得 懂得珍惜 所以叫我们说一句话说 家和万事兴嘛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基本上 风水呢 我们要懂的就是客厅一定要亮 那么亮的标准 我每次都在说 百说不厌 百听也不厌 亮的标准在哪里 我是一个风水师 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些 那就希望说大家能够作为参考 那么在一个风水上呢 我们非常注重的就是客厅 客厅一定要亮 那有人的反应是 我是一个女的 那么我住进一个屋子 没有男 没有男孩子 客厅还需要亮吗 还是需要亮的 还是需要亮的 因为客厅的亮 就像一个人 要驾车 你最基本条件 你要有他的执照 他基本条件就是一定要亮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客厅要亮 那么亮的标准在哪里 很多人都会问 亮的标准在哪里 亮的标准听清楚了 是在你的厨房 你的厨房和你的客厅 比较起来 水比较亮 你要这样子来比较 最好呢是关灯 关灯不要开灯 关灯 然后有些人呢 十一点多才亮 有些人呢 一点多才亮 这个都不是问题的 这都不是问题的 但是一个客厅量 是千金难买的 千金难买 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们的客厅比较暗 比较阴暗 阴暗的话呢 问题就越来越多 而如果没有去解决它的话呢 可能会障碍我们的运势 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都应该要懂的 那厨房 厨房一定要比客厅还要暗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厨房是属阴的地方 阴绝对不是有鬼 阴阳不是鬼 阴阳不是鬼 一定要去 去比较阴的地方 那标准上呢 就不要比客厅还要亮 就是 就很简单 因为厨房代表什么 代表女儿代表谁 代表我们的老婆 代表我们的妻子 代表我们的母亲 这是很重要的 昨天我们有说到 一鸣二云三风水 昨天我们已经有说到了 今天当然就不再重复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说谢财官 谢财官也要注意哦 在我们的客厅 我们有一个大门 这个大门啊 大门啊 什么叫大门 大门就是要比你所有的门 所有的进口还要大 那叫大门 那是气口 那是气口 那么什么地方呢 都不能够比大门大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我们大门啊 站在大门 往下看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看到什么 破线 不能看到破线 也就是说 左边一块砖 右边一块砖 中间有一条线 所以你要叫师父呢 帮你做一块美美的砖 不要切 这块砖不要切 六百乘六百 把它放在我们的大门的中间 就是一开门不要进去的中间 旁边有线没关系 中间不要有线 那叫圆满 这个也是 你们如果有去看风水的话 有给人家看风水 你应该知道这些东西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当然现在已经开始 有人一直在强调这些了 一直在强调 有一些老师们呢 也在强调这些 我不会去说什么copycat 这不关我的事 我把真的东西告诉大家 就好像很多人就说 现在这疫情啊 要吃什么 要喝什么啊 对不对 我相信都不是害大家的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能请到一个好的师父 我说实话 不容易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 负责任好的师父 不容易 但是最容易看到的就是 你要给一点时间 给这个人 比如说你想要请我看风水 不如先给我一点时间 不要听朋友介绍 最好不要 多一点时间认识这个人 你经常看一下 这个人在讲什么 而不是今天 可以看我十年前 我讲什么 可以看我二十年前 我讲什么 可以看有YouTube的时候 我讲什么 2014年的时候 2013年我不知道有没有 2014年肯定有 去找一下YouTube KX Fan 是吗 KX Fan KX在YouTube YouTube 你们可以直接打 KXFAN Fan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 那么听一听 这十多年 我们已经营业 大概都超过三十年了吧 是不是 大家就好好的去 好好的去研究 这个梁振决 他所说的话 他的叫法 我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有道理吗 那如果天天都听到我在谈论 是是非非 那边豆芽便宜 那边豆芽贵 我告诉你 那我欠你们离开吧 如果有一天我变到这样的程度 那离开吧 不要搞乱我们的思区 不要搞乱我们的思区 就好像孩子嘛 孩子在考试 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 也会把收音机啊 或者是电视啊 声量啊 关小一点 是不是 这是一种怕吗 怕孩子骂我们 不是 给他专心 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转 学什么东西要转 遇到一个好老师 不容易 当然遇到一个好客户 也不容易 但是相比之下 遇到一个好老师更难 所以这个就是要教导大家 在风水上 我们必须要懂得 怎么样去支配我们的风水 因为你天天都要回家 不管你醉啦 不管你累啦 不管你开心啊 不管你不开心啊 想回不想回啊 你都得回 离家出走 你还是要回 因为它是你的家 它就是我们的窝 那么在风水上啊 我们的大门 和厨房的进口 每次都有相创 每次都有相创 就是我们的大门的进口 不知道有没有照片 因为有时候 我去看风水的时候 我会拍照片 可能 我有拍一些照片 因为很难得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一看到 就是大门和那个 房门 不是 就是大门啊 大门和我们的那个 kitchen entrance kitchen entrance 来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看到吗 看完风水之后 我帮大家看完了之后呢 我就会坐在一个地方 在那边研究 所以有时候 我去看风水的时候 因为有些顾客 他给很多师傅 看过风水 不少于四个 不少于四个 当他请我看风水的时候 我的助理问他说 他问我助理说 需要多长时间 我注意说 有时候 大概都需要一个小时 那么久啊 他吓一跳 为什么那么久 到时你就知道 他看了之后呢 只有一句话 赞 我要把你的家的格局 交给你 风水是有风水正法的 告诉你没有风水正法的人 那就有点怪了 你就要注意 因为他说他没有正法 风水没有正法 没有正法的话 他不需要跟你摆正法 还有 没有煞的 那个外面的尖角 什么什么 没有煞 什么都没有煞 那么还有一些 看到柴位 看到柴位 你问他 师父要摆什么 他不用摆 什么都不用摆 其实有时候要小心 为什么呢 你是为了什么 你是为了要提高你自己吗 就像我 师父 财位这里 可以放什么 因为我们有给你一个package 我们的风水 有给你一个package 我们知道 你会买东西 你必须要买一些财位 一些化纱的东西 你必须要买靠山 所以我们会给你一个package 那这个package算出来 算起来呢 一定要划算 我不虚伪 我做人不虚伪 对不对 就像我们去吃东西一样 他不管你要不要 他都会把它摆出来 那些辣椒啊 这些东西 都会摆出来 我做东西不虚伪 如果大家问我 师父啊 这个柴位要放什么 我能说什么 这个柴位要放什么 不用 不用 那不用放 这就是柴位 柴位 不用放 什么都不用放 我不会这么说 这就是我 你要 你就要 如果要请我看风水 那你就一定要 苟同我的一切 赞成我的一切 要不然 我们怎么配合 因为我不可能说 把你的家漏到说 哇 世界上你最旺 不可能 但我会尽力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风水 是不是啊 很喜欢风水 我们今天呢 讲一些 风水的 课题 讲一些风水的课题 来让大家 好的学 好不好 好的学 我们先说这一件 这个说法 只能说大概 大略的说 只能说大略的说 我不知道在不在现场 这个是我们的标准 要给我 指点你的 指点你的 这个家的风水呢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标准 这是最基本的标准 你一定要给我 好 你不要手画 手画我们不接受 不清楚不接受 好 这个是很清楚的 好 首先呢 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了 门一进来 就看到了什么呢 宝可尼 是不是啊 门一进来 就看到了一个宝可尼 这样算不算冲呢 算 算直冲 算直冲 大家要好好的学 算直冲 咻 直冲 有在 有在就好 那么这样的直冲 怎么办呢 这样的直冲 我们把它的这个方位 给写下来 把方位给写下来 让大家容易看 容易看得懂 把所有的方位写下来 那么 它这边给的是西北 所以我们估计说 这边是西 这边是北 中间这边是西北 所以你们有时候 给我们的那个位置 一定要正确 一定要正确 千万不要有偏差 你有偏差 我就头痛了 千千万万记住 不要有偏差 好 来 我们来说一下 好 首先大家一看就知道 坐山 这个就是一个坐山 坐像 坐山朝向 要记住 这是一个坐山 坐 那么一旦有坐山了 上一次 我每次在教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 好 这边是坐 这边是下 这边是下 你一定要记住 把坐放靠近我们 这样你的左右就能分 左是青龙 你就知道这条龙是比较长的 这个代表着青龙 不是代表说 这边有一条龙 你懂吗 有些人 连青龙白虎都不懂 青龙白虎是最基本的东西 最基本功 所以这个是青龙 青龙长不长呢 长 它青龙长 那么这里呢 白虎 白虎怎么样呢 白虎短 好 你看 白虎短 那么在风起上 这间物质 好不好呢 首先 要化掉直冲的问题 一定要化掉直冲的问题 没有化掉直冲的问题的话呢 要好 不容易 如果没有化掉直冲的问题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 从这个地方 来到这里 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风水尺寸 风水尺寸 从这里 然后呢 才做一个defiler defiler要跟这个打平线 要跟这条线打平线 要记住 然后呢 它这边是有一个厨房的 它这边是有一个厨房的 有一个厨房的 那么 一旦这样子的情况呢 厨房的门尽量不要开在这里 就是我们一进门 不要看到厨房的门 那是最好的 当然厨房的门开这边是比较好 就是 开在这里会比较好 厨房的门 这样它进来会不会比较小呢 会的 会比较小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把它厨房尽量的 弄小一点点 再小一点点 让它这个位置扩 让它这个位置扩 应该这样子更好 我看到它的厨房这边有一个 应该这样子更好 就是 从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呢 是infor这里 这里是infor这里 这样子 看到吗 你们能够看到 当然不要太窄 不要太窄 这个位置一定要有风水扯 当然你也可以退到这里 这个是看你自己了 看你自己了 如果是我的话呢 这边呢 我会跟它做一个半圆 在这个地方 我会跟它做一个半圆形 因为它没有墙壁 我相信它这间 不知道搬进去了吗 这样子 这是我的建议 让它走进来的时候呢 顺气 很多人会觉得是导流 不是这是顺气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最后的标准就是这个位置 是不是风水扯 的位置 然后才把它的门呢 开在这里 才把它的 Hitian Entry 开在这里 那就 Wonderful了 漂亮了 那赵炉呢 这些我们不敢乱说 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 对对对 要记住 我们的厨房 尽量不要在西北方 它的厨房就是在西北方 NW 厨房在西北方 尽量不要在西北方 尽量 那它本身自己要知道 它是东命还是西命 女主人 女主人 如果说女主人是东命 女主人是东命的话 东命 女主人听清楚 是东命的话 那么 她的赵炉就容易安放 东命 东命的话呢 赵炉尽量 东命 我是说东命 赵炉尽量安排在这边 这是她的肩膀 朝向这里 朝菜 西命的话呢 就朝向这里朝菜 就可以了 因为有在现场听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好 再来呢 我们来靠一靠她青龙 那么长的位置 当然不要浪费 沙发这个位要教大家 一个 如果我们家有五个人 最好你的沙发要有五个 五个位置 不要少了一个 如果四个的话也可以放五个 也可以放四个 不要放三个 两个的话一定要放三个 三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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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坐下去就沉下去的 那种沙发不好 一坐下去就沉下去的 沙发不好 要记住 那么这边电视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长墙 这个短墙 那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我倒希望说你的吃饭呢 看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吃饭 那么在风水上 你这个直对线是非常好的 直对线是非常好的 开花结果 是西明 那如果是西明的话呢 我就觉得说 老婆是西明的话 我就觉得说 你的灶炉 是不是要考虑 坐在这个地方 你的灶炉 因为你是西明 你要朝这个东南 要朝东南 那么看能不能够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把你这个地方给敲掉 我就不知道 然后你的水呢 水我会尽量建议你呢 把水呢 放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的冰箱 可不可以在这里 我不懂 但是水呢 可以在这里 洗碗的水可以在这边 对着这里 你的灶炉 要对着这里 我放大给你看 很重要 这些都要学 这样对你呢 非常好 非常有帮助 非常非常有帮助 好 另外 其实啊 你这间家最大的问题 是出在什么呢 就出在四门冲 最麻烦的其实是 这个四门冲 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 这是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 很麻烦 怎么办呢 尽量不要让他冲 看你有没有办法解决他 尽量不要让他冲 那师父 你有没有办法呢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 你问我的意见 我会觉得 把这个门给关了 开这里 那第一 这边就没有相冲 这是我的建议 第二 把这个门 把这里呢 开了 然后这边做一个门 这边进去 那就没有相冲 这是我的建议 这是我的建议 把这边门关了 开这边 把这里呢 关了 然后以后走进来的时候 是转完 那就没有什么 相冲 那么厨房 西命老婆 那么老公 不知道是不是西命 因为这边 东命的人住 这个是一个东宅 不是一个西宅 记住 这是一个东宅 你不要以为它是西宅 它是属于东宅来的 所以睡觉 东命的人睡觉 真的是还没有位置睡 太没有位置睡了 没有什么位置睡 我们只能解释到这里 那么大家要记住 N1 这个位置 BRACKET 2023年 是最后一年 2024年 正月 正月 初一 2024年的正月初一 东北呢 就不再赐财于我们了 不再给我们钱财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 N1这个位置 可以带财富 给我们到2024年的 正月初一 就stop 那太多人不知道了 太多人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建议 那么 东北方 东北方2023年 这个位置 到2024年 正月初一就没有了 这个东北方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临绳之尾 临绳尾 这是很重要的位置 里面 在尾端不少财富 我们应该好好的去 在这个位置 好好的去 另外一个位置呢 叫做西北方 NW NW的位置 就像是 photo step machine一样 你放什么 你得什么 你放什么 你得什么 这是一个photo step的位置 所以很多人 比如说 如果说在 西北方 我们看到你放 这个 有关系到 钱财的东西 哇 那当然 你所得到的 肯定就是 钱财 这个很重要 西北方 另外一个位置呢 叫财根 财根 财根是财位吗 不是 有财位 没财根 没用 你要有财根 财没有根 不可能 财一定会有根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根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根 所以财根在哪里呢 从门 算到这里 是最尾端的 看哪里是最尾端 你要拿尺子 从这里量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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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是最远的 如果是这个是最远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财根 尺子从这边量 量到这里 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 这个很重要 来这个 这个呢 它的门 它的门 朝着东北 看到吗 门朝着东北 好不好呢 这个门 门没有好坏 主要就是门的外面 不要有尖角 门的外面 不要有楼梯 电梯 尖角 半刀杀 或者阴暗 或者门对门 不要有阴暗 有些人的门外面很阴暗 那我们就建议你 写下来 那个叫多卡利 多卡利 打 多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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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多卡利 好 那么挂了多卡利之后呢 对我们的运势呢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多卡利 对我们的运势啊 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门在这边呢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toilet 我们的toilet 这样子会不会有门对冲呢 也稍稍也会的 这样子的门也是算是有一些对冲 但这个呢 我们尽量叫contractor 跟我们做 不要看到这个 stor room 尽量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进门 大门进来 进口在这个位置 那就不好 不要太靠近门 泄气 不聚气 不聚气 不给力 这是要注意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不在 不懂这个人在不在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所在 这个沙发 沙发要摆在哪里 在风水上很重要 很重要 沙发摆在什么地方 沙发一定要摆在什么地方 摆在最长的墙壁 最长的墙才是沙发 最好的位置 说实话 这个没办法 这个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把它的沙发 放在最旺的位置 这还真没办法 那应该怎么做呢 没得做 没得做 那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可以放在这边呢 这边是 它的阴阳吃饭的位置 这个是这样子 一个太极 从这边一个太极 一个太极 这个是吃饭的位置 吃饭的位置不能在这边吗 最好不要 为什么呢 担心有直冲 所以最好还是要这边 这边吃饭的位置 所以沙发呢 如果是我 我会建议沙发放在这里 我会建议沙发放在这里 这样子 沙发 L的也可以啦 水泥 然后电视呢 坐在这边 这是电视 然后吃饭呢 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吃饭 在这个地方吃饭 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我们把方位写下来 所以在这个格局里面 我们建议什么呢 我们建议它这样子摆 叫偏旺 偏旺位 叫偏旺位 很重要 所以这个你就要量咯 从这边量到这边 你的柴 你的那个柴根 从这里量到这里 再从这里量到这里 我们估计 你的柴根应该是在这边 你的柴根应该在这里才对 大家学一学就知道了 从这里来让这里比较远 还是这里来让这里比较远 你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 也就能懂了 也就能懂了 来东北在哪里呢 东北在这个地方 它的东北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NE 标准NE的位置 所以它可以放一些 可以忘它二三年的东西 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说的西北在哪里呢 它西北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 NW 可以挂一些它喜欢的画 挂一些它喜欢的画 很重要 那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 再研究 我们再研究 看你这个地方 可以挂些什么东西 所以柴根有了 东北有了 西北有了 这间家大致上是不错的 有没有缺角呢 是有的 这边 这边是有一个大缺口 有一个大缺口 大缺口会怎么样吗 也没有怎么样 也不是说能怎么样 因为它也没有说窗口 什么让我们可以帮助它的 对不对 这边全部都是墙壁 那我们就帮不了什么东西 好 要记住 那如果说有拜神的话呢 那这边你给神吧 这边你就给神 如果你有拜神 这边你就给神 会比较好 但是吃饭的时候要小心这个 尖角不要对着我们 大家要记住要小心 尖角最怕就对着我们 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最怕带着我们 什么叫柴根 我们人有柴位 先有柴根 柴根很重要 有柴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到柴根 柴根能够帮助我们 很多人只顾找柴位 忘了找柴根 听清楚吗 很多人只找柴位 没有找柴根 柴根重不重要呢 太重要了 柴根太重要 柴根是什么 柴根是树的根 你看 打柴根 你打柴根 打柴根了之后呢 就有了 你看 就能看到这个了 看到吗 这就是柴根 教你怎么找柴根 很重要 柴根真的是非常 非常重要 这个 这样子 柴位 你们找的柴位是这个 那么我告诉大家 柴根在这里 这才是重要的 柴根 看到吗 好 有了柴根之后 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发 好 这个在朋友圈里面 我们有介绍的柴根 来 这个 看一下 好 这个 这个呢 门是朝北的 照他所写的 门是朝北的 朝北 看到吗 所以 它是什么 坐南朝北 坐南朝北的位置 那么 坐南朝北啊 如果老婆健康 不是很好的话 我建议老婆 睡这边 这个是 七 老公的话呢 我建议睡这里 老公睡这里 老婆睡这里 我建议啊 有些可以指点 我们指点 看到吗 你不用教 我们会指点 有些不能指点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呢 厕所 厕所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厕所的门 要经常关 厕所的那个马桶 要经常盖起来 厕所最好放什么呢 昆明珠 厕所最好放昆明珠 昆明珠对我们的 的这个运势啊 很有帮助的 就是 除掉我们的汇气 除掉我们的汇气 所以要把这两个 两个门给盖起来 记住啊 马桶也要盖 要把汇气啊 产生出来的时候 就麻烦了 那么窗口可以开 但是这两个门要关 这是我的建议 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 有一点要注意 就在这里啊 你看这个厕所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个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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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如果说 经常你把这个厕所 门给打开 它的汇气呢 就会流向 这些地方 流向这个地方 很不好啊 因为它是一对二 一门 一对二 这个呢 是一个瓶 我们也叫汇瓶 汇气的汇 三个口瓶 不好啊 怎么办呢 关厕所 等门就好了 你看 学多少东西 大家能够 学多少东西 对不对 很重要啊 那么 这个呢 在它的 因为它这样写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 直接知道 它的东北在哪里了 东北是在 这个地方 可惜啊 好小啊 它东北真的好小 这个位置 很小 很可惜 那你看它东北在这边 小了一点 小了一点 那它可以最多呢 利用这个位置 可以利用这个位置 看到吗 可以利用这个位置 来挂一些东西 来争望它东北 反正到2024年嘛 对不对 正月初一就没有了 现在多捞一点 另外 还有一个位置 还记得吗 柴根 不用说 一看 柴根大体上 都在这个地方 这叫柴根 我帮你写下来 柴根 柴根的位置 有了柴根 你找柴位 就容易了 有些人 为什么摆了柴位 没有办法 得到柴所帮助的呢 那就是因为 你的柴根 柴根出了问题 也可能是 其他的问题 但柴根出了问题 那就很麻烦 另外呢 这间屋子啊 男主人啊 要特别注意啊 男主人在判断刺青的时候啊 运势啊 什么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边是缺西北的 缺NW 西北 缺西北的 对男主人的 的这个 运势啊 是大大不利的 对男主人的运势 大大不利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缺 缺什么呢 缺西南 这边 有一个小缺 所以男女主人啊 住在里面 一定要记住啊 放松 把自己的心情放松 有些人呢 不太喜欢吃饭 让人家看到 现在不是以前 很少人会站在那边 看你吃饭的 几乎没有了 不要说很少了 几乎没有了 几乎没有 所以一定要记住 你要收在柜子里面 是可以的 吉祥物品是可以收起来的 当然你要看 是什么样的吉祥物品 有些吉祥物品必须要收起来 我们叫暗藏 有些吉祥物品呢 必须要拿出来 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买水晶的话 那么水晶 比如说你是买这样的水晶 这个水晶 或者这个水晶 看到吗 然后呢 你把它收起来 那就浪费了 明白那个意思吗 要看那个风水物品 要看风水物品 可以摆出来 但是最好 有些人他不喜欢让别人看到 不喜欢让别人看到 你可以收 你可以摆在橱柜里面 可以 但是不要 感觉到好像不要它了 收起来了 那就不好 因为有些人是有橱柜的 有橱的 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给你的支点 这是我给你的支点 太多了 太多了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屋子 这边是坐 这是像 这里还用功 写了很多 他的这个 这个什么 坐北 生气在哪里 这是蛮用功的 既然你知道你的生气在这边的话 那你这边就一定要放一些大柴位的东西 然后找到了你的柴位了是不是 那你要放柴根 记住你这个柴根 那个柴根中间的纳气的东西 要放在这里 对着你的门 一定要这样对好 这样才会灵 才会好 所以要注意 明白了吗 好 来 再来 我们再看一下 你的屋鬼位藏得很好 藏在什么呢 厕所 那好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 厕所两边摆 一定要放昆凌柱 好 来 我们来继续 那么 这个 它写的字是什么字 WN OK SW 好 在这里 等一下 我要消化一下你的字 好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相望之位 灵神之方 可以望到2024年的正月 初一 相信你听那么多都已经会了 昆凌柱放在厕所 一点妨碍都没有 而且以后我们想要搬家的时候 我们想要搬家的时候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如果你想要搬家 你可以把昆凌柱拿去 那么以后我没有屋子了 我住孩子的家 你的昆凌柱可以送给孩子 昆凌柱是可以一直这样移的 一直这样移的 而且要放在马桶的旁边 比如说马桶在这里 对不对 我这样放大 我这样放大 这是马桶 对不对 你可以把昆凌柱放在这里 明白吗 或者呢 这是马桶 对不对 你可以把昆凌柱放在这里 就是不要给人家看到的了 那么昆凌柱也不怕水 昆凌柱不怕水 所以记住了 第一个就是柴根 柴根的位置 你的柴根要很强 因为你这边缺一个大脚 第二呢 你的2024年正月初一的旺位 现在旺到2024年正月初一 你要放一些 这个 我们通常都会说放三宝周轮 这个是我们的生气方 这三个位置 还有 你这边看到吗 你的中心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所以你要注意 你这个应该是做一个厨吧 我相信 所以你要注意 这里千万要保持干净 整齐 衣服要放整齐 衣服要放得很整齐 明白了吗 衣服要放很整齐 记住了 这个叫柴根柱 这叫柴根柱 它是化晦气的材料 化晦气的材料 将我们的晦气 化得干干净净的材料 柴根柱洗厕所 能不能够碰到 可以的 可以的 柴根柱不怕水 洗厕所可以碰到 没有关系的 柴根柱不怕水 有些人喷尿 不小心小孩子喷尿 喷到 没关系洗一下就行了 柴根柱是非常好的 而且可以 这边用了之后 有时候 我们搬家了 还可以拿去另外一边用 我们现在已经有 很多很多贵人 搬家的时候 问他有没有柴根柱 有啊 都有 都有 好 我们今天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来 这个 OK 这一张 柴根柱需要时常洗吗 我的柴根柱有时候啊 我在家我就喷喷一下水 我就喷一下水 我没有说特地洗它 喷一下水 好 好 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门朝东北 好 记住啊 有时候啊 我们家摆的东西再旺啊 也没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门啊 门外阴暗啊 门外阴暗 好 我们这里啊 门外面啊 很阴暗 听懂了吗 门这边外面啊 阴阴暗暗的 所以我们这边啊 通常都会叫你们放铜卡利 有没有看过 你们有没有看过铜卡利 铜卡利 不管你前面有什么 你的大门外面暗 暗暗啊 或者说 你的门外面呢 有电梯啊 楼梯啊 什么啊 你都可以用铜卡利 好 你都可以用铜卡利来化解 好 电梯啊 楼梯啊 邻居啊 门啊 什么 都可以用铜卡利来化解 铜卡利 铜卡利非常非常好 这叫铜卡利 看到吗 这叫铜卡利 他的咒语是 铜卡利 后面还有挂的 后面还有挂 看到吗 还有一个挂 铜卡利 我们来说一下 所以门外面呢 这个铜卡利很重要 这个铜卡利 sorry 铜卡利很重要 因为铜卡利啊 他能够帮我们 铜卡利放在门 财神经呢 看到吗 这样子 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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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它的力量是这样子的 散发出去的 散发出去的 好 这间家很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它一进门这边扩 很难得 很难得 Ladies and gentlemen 很难得 好 这边一进门就那么扩 我告诉你 不得了啊 我们这样的家不得了 一进门就扩到这个程度 Very good 你要保持整齐干净 而且看起来非常大方 但是呢 这也有中冲 看到吗 这样子 直冲 所以是不是要放一个东西在这边呢 水泥 我不知道有没有直冲了 如果有直冲的话 那一定要 好 那么你也可以考虑啊 盖住 记住了 你盖的话 你记住你盖的话 你走 如果你走这边呢 我们叫龙边 你走这边叫虎边 所以就看你要走哪里 但这个位置的气是非常好的 另外 你所有人的家的屋子 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这个 这个粉红色的 看到吗 我画的你们看得到吗 粉红色的 粉红色这个呢 你们可以买什么呢 这个叫财神经本 财神经 很多很多人啊 财 神 经 财神经本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走进走出的时候啊 它可以帮我们灌顶 我们人啊 不能忘恩负义 有些时候啊 财神经本帮我们灌顶 我们真的是 风凶化吉了 但是呢 千万别忘恩负义 因为我们这样 这样进进出出 钱量进进出出的话 灌顶 灌着我们的头上 这个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这个 筋本 啊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筋本 啊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财神金本 这个就是财神金本 看到吗 OK 这个财神金本 很长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看到吗 财神金本 而且这个财神金本 是百分之百合格的 是百分之百合格 百分之百 这个 这个是国家文化局承认的 国家文化局承认的 这个 国家文化局承认的 所以它里面一定会有国家文化 如果里面没有地址的 没有地址的 那就是翻版 里面有地址的就是国家文化局 我梁正爵告诉大家 国家文化局承认的 所以这本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很多人他们都是拿来什么呢 灌顶 都拿来灌顶 都拿来灌顶 那么在西藏 他们有时候绕经会这么绕 在西藏他们绕经会这么绕 前面会这样子 会这样绕 你不要这样看以为是简单 你走多几步你就累了 财神经本 放在哪里呢 我们进门 你们进门的家上面 因为你们进进出出 就是这样盖住 它就能够帮你灌顶 这是一个很大福报的 很大福报的 那么师父 如果有一天放放放放放到破了 坏了 烂了 怎么办 不可能 因为你放在那边 它怎么会破 你放在那边 它怎么会烂 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用一辈子的 这是用一辈子的 在佛教经本里面有写着 如果经书真的是破损了 破损了 不能再用了 或者是有虫咬到它很糟糕了 我们交给真正的出家人 然后借用它的一个地方 以恭敬的心来做回向 然后烧掉 合法 如法不是合法 如法 那么一旦 比如说以后大家如果有不要了 对不对 可能说我们孩子现在还小 对不对 等到以后孩子长大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 然后他不喜欢 那怎么办呢 拿回给我们了 拿回给我们 为什么呢 我们会自行处理 我们会自行处理 等一下 因为我要放好了 好 明白 所以这间它这里很大 我看了都很舒服 很开心 这边很大 然后当然沙发肯定是在这里 电视在这里 这肯定的 吃饭在这边 吃饭 你也可以考虑 如果没有凉的话 你可以考虑把这个敲掉 在这个地方吃饭 这非常好 那厨房小一点点 进口在哪里 我们在研究 然后你的柴根的位置 直接在这里 柴根的位置 从这里 我觉得这里到这里 是比较远 我不知道 你要去量 这个比较远 柴根 这是柴根的位置 看到了吗 柴根的位置 好 这间家呢 其实说实在话 我就觉得很不错 这间家 现在问题就是 亮不亮 现在是亮不亮 亮不亮的问题 亮不亮的问题 亮不亮